那还需要竭力看见 要竭力看见一切关于神经伦的意象 要竭力看见 这里说到耶利米29章13节 我们要寻求 全心寻求就必寻见 33章3节 我呼求 所以我们要竭力看见 我们就需要寻求 我们需要这个呼求 需要祷告 这就都说出我们的竭力看见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点 说到我们要如何 在主的恢复中 做一个有神经伦意象的人 我们就要有这四个方面的需要 第一 我们需要被带进另一个范围 这是约翰给我们的榜样 第二 我们需要受这个意象的管制 支配指引 第三 我们必须刚强而不动摇 第四 我们需要竭力看见 好 把这个第一大点 四个终点 彼此对说一下 好 接着我们来到第二大点 其中的这个 有九个终点 我们请这个弟兄们 两两把九个终点能够对读过 好 弟兄们我们就先读到这里 好 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大点 第二大点 从许多的方面 来让我们看见 什么是神的经伦 首先我们说 神的经伦乃是 神的家庭行政 那这一句话是直接从他的字意来讲的 我们知道经伦 就是家庭的行政 家庭的律法 家庭的管理 这是字面的意义 好 然后呢 接着就说 要在基督里 将他自己分次到他所 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 所以这件事是神在基督里 这把他标一下 等一下 我们在终点会看到 事实上他就是把这句话解开 组步的发展 是神在基督里 然后分次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 那这个带来的结果就是 使他得着一个家 彰显他自己 这家就是造会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看提摩太前书 一章四节跟三章十五节 我把它摆在一起 一章四节说到 神在信仰里的金轮 到三章十五节 对 就说到这一个金轮 其实就是他要得着一个家 所以十五节就说到 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活神的造会 所以我们看在 这个提摩太前书 一章到三章 就是这样的思想 好 那这里有九个终点 稍微把它分段一下 第一章点 主要就是从这个字意来说 从金轮的这个字面的意义来说 第二章点 是从圣经来看 从圣经的中心题目来看 那第三个章点 是从基督 因为我们说神的金轮就是 神在基督里 对 神在基督里 所以第三章点就在讲到 那个神的金轮 是神在基督里 那第四章点就接着讲 神在基督里 要将他自己 分次到人里面 所以四章点在强调那一个 分次到人里面 然后五章点呢 就讲到 他是接续四章点 就讲那一个神分次到人里面 那个分次的过程 还有结果 然后到了第六和第七个章点 就是从这个高峰的启示 从这个神圣启示的高峰 来看关于神的金轮 那到了第八章点 是从得胜者来看 需要有一般的得胜者 要从这个 要征服撒旦的混乱 能够产生新造 末了就说到 这就是今天主恢复的托付 主的恢复 就是我们所领受恩典的管家子分 是为了要完成神的经论 所以这是他大致上的思路 我们先操练把它说一下 这九个点的思路 就是从字意上来看 然后从圣经 然后从神在基督里 然后再来说到 将他自己分次到人里面 接着就说 那个分次的过程 还有结果 然后六七 就是从神圣启示的高峰来看 八从得胜者 征服撒旦的混乱来看 第九 就是今天主恢复的托付 好 彼此对说一下 好 弟兄们 那我们把这个内容 我们内容看一下 一终点 神的经论 就是神的家庭行政 就是他的致意 既然说到家庭 所以就说到 是要为他儿子 产生并构成一个身体 实际上 从以福所书 我们可以看见 从一章到五章 每一章都说到 关于赵慧作为基督的身体 一章二十三节 赵慧是他的身体 二章十六节 两下在一个身体里 三章六节 同为一个身体 四章四节 一个身体 四章十六节 叫身体渐渐长大 五章三十节 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 二终点 圣经的中心题目 乃是神的经论 整本圣经都是 关乎神的经论 好像这个 经纪我们提过了 一小点 圣经中管制 并支配的意象 乃是神圣的经论 二小点 我们读圣经时 必须将我们的注意力 集中在那 为着神圣分次的 神圣经论 以福所书三章九节 说到历世历代 你常在创造万有之神 奥秘有何等的经论 向众人照明 第三 除非我们认识神的经论 我们无法明白圣经 所以愿主耶稣 开我们的心窍 使我们能明白圣经 三终点 基督是神 永远经论的元素 范围 凭借 目标和目的 他乃是神经论中的一切 所以每次我们说到 什么神的经论 都会说 就是神在基督里 将他自己分次到我们里面 所以这里在基督里 神在基督里 意思就是基督是 这个元素范围 凭借目标目的 他乃是一切 马太福音十七章五节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四十四节 这里主耶稣说 摩西的律法 圣言者的书和诗篇 这就是旧约 全部旧约的三个部分 都是既 关于我的一切事 都必须应验 所以整个圣经 都是说到关于基督 第四重点 就是继续讲了 神在基督里 将他自己分次到我们里面 所以是中文就是说 神的经论 就是要将他自己 分次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这人 由他的所事构成 这唯有借着 神将他自己 作为神圣的生命 分次到我们里面 才能完成 所以至终点 就是一直强调 分次到我们里面 以福所书三章十六节 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以福所书三章十七节 上安加在你们心里 然后罗马八章二节 生命之灵的律 接着这个律的运行 就有了八章六节 心思至于灵 然后八章十节 灵却因意是生命 八章十一节 所以末了 赐生命给你们 必死的身体 就是我们这一个人的 每一个部分 灵魂体 都因着这生命之灵的律 的分次 就是这个分次到我们 这人里面 接着第五终点 就接续了第四 说到这个分次 它的过程跟结果 神的经伦就是 神成肉体 经过人生受死复活 成为赐生命的灵 进到我们里面做生命 把神分次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得变化 这个结果就是 产生赵慧 基督的身体 神的家 神的果 基督的配偶 最终的极大成乃是 新耶路撒冷 我们看一下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化成了肉体 这就是成肉体 接着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 神的盖洋除去 是人之罪的 还有十二章二十四节 一脉子不落在地里 食了人就是一粒 若是食了就解除许多子力来 受到他的受死和复活 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 吹如一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 就他成了赤生命的灵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 父的家 说到这个神的家 然后约翰福音三章三节 重生的人 然后三章五节 就要构成为什么 神的国 所以造会不仅是神的家 也是神的国 并且由这一般重生的人 所组成的 活的组成 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节的 新父 也是三章三十节的 扩增 至终就是终极完成 起书二十一章二节的 新耶路撒冷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 一面说到 神在基督里 如何的经过过程 得罪了我们这一般 重生的人 构成他的家 他的国 他的心腹 做他的扩增 终极完成 新耶路撒冷 然后第六终点 跟第七 这种神圣启示的高峰 神的经文乃是神成为人 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 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 好产生基督的身体 只要终极完成 于新耶路撒冷 我们看一下罗马书 一章三节 这里说到神成为人 按照体说 从大卫后裔生的 一章四节 他从神父国 也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 他人性被标出为神的儿子 他乃是这个人成为神 这个原型 所以这个神成为人 人成为神 这个思想在约翰 对不起 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 到罗马书的十二章 四到五节 就说到 这是为着产生基督的身体 好 第七个终点 按着神的心愿 神永远进入乃是死人 在生命和性情上 但不在神格上 与他一模一样 使他自己人成为一 也使人与他成为一 因而使他在彰显上 得以扩大并扩展 使他一切神圣的属性 得以彰显在人性的美德里 约翰一章十二节 成为神的儿女 约翰一章十三节 从神生的 这里就说出 我们有他的生命和性情 特别约翰一书三章二节 这里说我们晓得 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 我们不要看见他 正如他所示的 这有时候我们他成为一 彼得后书一章四节 借着这些荣耀和美德 我们得有份于神的性情 八终点 神圣经伦是要从 混乱的旧造里产生新造 一小点 宇宙的历史乃是 神的经伦与撒旦 混乱的历史 所以整个宇宙的历史 我们看这个开头 创世纪一章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二节就而地变为荒废空虚 所以一面神的经伦 他创造 立面我们就看见有 撒旦来败坏 就成为荒废空虚 冤灭黑暗 那到了整个圣经的末了 所以我们看到起初 然后末了 起初二十章十节开始 这是在千年国之后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就要被扔在硫磺的火壶里 所以下面这一段的经文 都是说到关于这个 这个撒旦被征服 被审判的一段 然后末了 起初二十一章 一节开始 这里就是说到 关于这个新造 二节 二十一章二节 圣城新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从圣经的开头 到结束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两个方面 就是神的经伦 还有撒旦的混乱 所以二小点 在圣经里 并在我们经历中 撒旦的混乱 总是与神圣的经伦 并行的 下面的经文 我们看以福所书 三章九节 何等的经文 但三章十节就说到 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 这就是指 这个邪恶的撒旦 还有他的跟从者 以福所书四章十四节 说到教训之风 欺骗手法 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 到我们看到神的经文 就四章十六节 身体渐渐长大 只是爱理把自己建造起来 三小点 主需要得胜者 与他成为一号 征服撒旦 毁坏的混乱 并在他建造的神圣经伦里得胜 第九 主的恢复 乃是为着完成神的经伦 以福所书三章二节 神恩典的管家职份 所以在神这一面是经伦 在使徒这一面就是管家职份 为了要来完成神的经伦 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 来请这个 彼此这个对读一下 第三大点 其中的五个终点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 好三四大点是说到 神的经伦在这个信仰的范围里 开始发展 然后还有完成 都是在这个信仰里的 好那这里有这个五个方面 说到在我们的经历上 如何让这神的经伦 能够开始发展 这个一终点 消极方面 操练性 就是停止我们工作 停止我们作为 积极方面操练性 就是信靠主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操练性 有这两方面的操练 第二我们要宣告 要宣告三件事 第一我们无法履行神的要求 第二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一切 第三我们接受 神为我们所计划的一切 神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 及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第三神的经伦 得以完成 不是凭我们自己所做 是凭着我们信入基督 就是这样的具体化身 所以这里是凭着信入基督 第四 这在于看见 看见神经伦内容的景象 一小点 因着我们看见了 关于神经伦之内容的起诉 我们就自然而然 相信我们所看见的 而我们里面相信的能力 总是因着对神经伦 有正确的看见 而有的产品结果 第五就是说到生活 我们的生活 信心的生活 相信的生活 一小点 我们的生活不是照着所见 乃是照着所信 我们看这个 约翰福音二三二十五节 多嘛 他就是照着所见的在过生活 但约翰二三二十九节 主耶稣说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这就是过一个相信的生活 二小点 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所以第三大点说到 我们就需要有这五个方面 我们复习一下 第一就是要操练性 有两方面 然后再来我们需要宣告 三方面 第三我们要凭借 就是信入基督 第四就是要看见 第五就是要过相信的生活 好 我们来到第四个大点 来我们还是请 给我们这个对读一下 两个终点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大点 主要根据两段非常重要的经文 这两段经文是我们对于神经伦的经历 第一终点 加拉书二章十六节说我们得称义 是借着信耶稣基督 执义耶稣基督的信 或耶稣基督的信 这有投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第二个终点 是用加拉书二章二十节 保罗说我所活的生命 那英文版本 其实它大概一半一半 一半翻译成印 一半翻译成二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稍微来演一下 这个需要花一点功夫 这可能 我们只要再去演 我们先看一终点 所以一终点在讲得称义 跟信有关 二终点在讲 经历基督 这个 这个经历基督 他活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活基督 也是跟这个信有关 所以一个讲得称义 一个是讲基督 活在我们里面 我们先来看一终点 得称义 一小点 信与信徒 增赏神 而只是那最宝贵者的人位 有关 来把增赏化起来 二小点 基督将自己 诸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里面的信 他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评以相信的信 也成为我们 因增赏他而相信的能力 第三小点 在基督 耶稣里的信 指的 信与他有生机的连结 我们在这生机的连结里 与基督是一 这里强调生机的连结 像枝子和葡萄树 四小点 当我们相信基督 我们就进到他里面 我们乃是把自己 信到基督 因为与他成为一灵 我想这四个小点 这四个词 大家画一下 第一小点 增赏 我们增赏 然后就经历他 注入 注入我们就与他有 生机的连结 然后我们就与他 成为一灵 就是这里讲的 得称义世界的信 耶稣基督 那二终点 是使徒保说 我所活的生命 是我在神的信里 与他连结 所活的 一小点 神的信是指我们在 里面 耶稣基督的信 这信成了 我们平以相信 他的信 当我们宝贵他 他就使信 产生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能够相信他 根据我们基督徒的经历 这里特别把经历 画起来 我等一下会解释 为什么李兄特别讲经历 因为照着字面来解释 这个并不是这样 但是这是从经历来讲 照我们里面运行 真实的活的信 不只是属于基督 也是在基督里的 就是这一段话 他原文并没有印 他原文是偶 但是这里就着经历上来讲 他不仅是属于基督 也是在基督里的 所以A小点来说 这叫保罗的思想 所以他就用经历 他说这是经历 这是思想 也就是说本来 字面上是没有这个意思的 乃是信是属于基督的 也是基督里的 B信不只和那 已经诸我们里面的基督有关 也和那正在不断将他自己 诸我们里面的基督有关 B信把注入化起来 C把运行化起来 他在我们里面注入 在我们里面运行 所以才会这么强调 叫说这个信不仅是属基督的 也是在基督里的 在基督里 他才能在我们里面注入运行 所以第四 经历基督活 在我们里面的秘诀 启示于在信里 保罗凭着在神儿子里面 并属于神儿子的信而活 我们需要的信 不仅是在神儿子里面的信 更是属于神儿子的信 我们只有在这信里 并凭着这信 才能完成神在信仰里的经纶 然后我们把这头影片下面几页 很快的看一下 这里说到 加太书十二章十六节 说到我们得称义 是这个 based in Jesus Christ 实际上这个有不同的翻译 有些是based of Jesus Christ 所以这里可以翻译成 信耶稣基督 或耶稣基督的信 或者在耶稣基督里的信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加太书二章二十节 说到这个 我如今在肉圣里所活的生命 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 so I live in faith 也可以说 I live in by faith the faith of the Son of God 是the faith in the Son of God 所以说到在神儿子的信里 是属于基督的 并在基督里的信 所以李兄这里写了一个词 叫做the faith of and in Christ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小段话 就保罗说到信的时候 说到神儿子的信 这小小的the字是什么意思 这字函是本节所提的信 属于神儿子的信 就是他自己所拥有的信 然而我们和其他许多人 解释这些的时候都说 这只真正意思 是在神儿子里面的信 但希腊文这里 并没有用 在里面这个介细词 所以我花了许多时间 想要了解这件事 我查考许多一流著作以后 确信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不是神儿子的信 乃是在神儿子里面的信 看这里这个真的不好解 字面上根本没有在里面 但是李兄却说 他查考了以后 他确信说 这个是在神儿子里面的信 就是说这解释圣经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 但我们人需要解释 为什么这一节 以及二章十六节 三二十二节 保罗没有用 在里面这个介细词 我们只查好圣经的白纸黑字 无法对此事有正确的领会 我们还需要思想我们的经历 下一页 所以思想我们的经历以后 李弟兄就讲了这么一个发表 属于基督的 并在基督里面的信 所以我这个发表是很宝贝的 很宝贝 我特别把它点出来 在下一页 所以这个是在 加大太书生命读经第十篇 我们可以再去读 所以李兄就说 这个加大太书二章二十节 就启示了神的经伦 是从经历上来启示神的经伦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件事情三个段落 一个是经伦的意象 经伦的内容 再来就是经伦的经历 谢谢大家 我看来是经中国名的经纪 不停地 而来是经营 为生命语